通常我會建議大家 一定要去找一間廟 走一走 因為有時候大家走村不一定會去廟林 有時候去朋友家 或者去觀光景點去玩 但是可以的話安排一間廟 就去走一走 因為這樣新的一年呢 你能夠說有這個神明的這個氣息 一年剛開村嘛剛開村 這樣讓這個氣配是比較往正向一點 這八年裡面 或是你經歷過或你聽過的 就是在比較招牌靈驗的這個廟宇 會有這種嗎 你覺得比較神啦 其實我有一個地方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的 就是雲林北港武德宮 喔 北港的武德宮 他的主神就是武財神 我們都說武財公啦 武財神當然就是開基的武財神 那過年為什麼要拜武財神 過年我們都希望求個好兆頭啊 那當然這個基本的一些都有嘛 但是有一個特別的點 喔 他們在過年的時候的準備了這個 這個小小的發財金 是是是 就是大家排隊都可以拿的 對對對 通常就裡面裝個一塊錢 一塊錢 或是什麼之類的 那武德宮他竟然 我忘記今年的數量 他每一年數量都在增加 他裡面放純金的金幣 喔 純金的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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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機你就會抽到 這個台灣目前我知道只有他們有做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會讓我 就是哇 你額外有一個 運氣的感覺 運氣的感覺 好運的感覺 好運的感覺 而且是純金金幣 對啊 對啊 而且武德宮現在他那個 廟他其實蠻多 蠻適合小朋友去的地方 黑虎將軍很可愛 對所以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可以去 北港武德宮走一走 好像是大家出餐之後也可以去走走 既然講到這個所謂的必拜 其實我跟大家想要跟大家也分享一個點就是說 什麼叫做必拜的廟 或者是對你來說 有沒有什麼是一定要去拜的一個神明 邏輯很簡單 無論你是不是身邊K的小孩 還是你覺得哪一尊神明跟你比較有緣 都無妨 但請大家一定要去找 一間離你家最近的土地公廟 不一定是大 不一定是最久 但是就是土地公廟 離你最近的 最近的土地公廟 對 你千萬千萬一定要記得 離你家最近的土地公廟 你要跟它保持好關係 這個有奇效 就是你最近的這個土地公廟這樣 祝大家榮年行大運 榮年行大運 越來越好 身體健康順順利利 都讓你看 都讓你開心 都讓你躲 都讓你躲 歡喜 祝大家榮年行大運 好運輪輪來 新年快樂 而且希望大家都有效的 何富龍隊 龍光寬風 好運輪輪來 我的愛 都讓你 祝大家 好運輪輪來 祝福大家 天天開心 天天快樂 星星長龍 生意新龍 龍飛鳳舞 像一條龍 你龍我龍 今年會紅 心體健康 萬事如紅 全家可以和樂融融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 龍行大運 生龍活虎 龍年行大運 好運 好運 那你和單